好 来大家借东问一下 已经14年入行 当年2010年超级巨星第二季第四名成绩入圈 结果进来就不是唱歌 如果大家有心水清 第一季可能也有不同人 譬如不回看都不知道 我最近看第一季 就是林景晴当年参加第一季 唱得不错 但入行就变成三线的角色 做一些滑头的角色 然后借东问其实最初都是做滑头的 我记得好像仕图行者第二季挺深刻的 好像叫TatQ 就是做一些搞笑的 后来近年的演技都进步了 会留意到他真的为个角色去设计 例如小智一个动作 一个手势 一个表情 他也是特别自己去揣摩 去呈现出来的 我觉得挺好的 借东问 但是无奈公司太多东西 但是最主要他也是不能留乱在里面的 他那个地下情侣有就是右边的猪猪 猪自然 当年真是经典 还要猪猪的好姊妹 其中一个曹敏宝 中年好声音 曹敏宝就之前传出疑似 又是自己老公又跟另一个中年好生的同学 那个又有老婆传出又是在一起 当然那个传闻没有拍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了 但是公司就已经几乎暂停了所有的工作 而猪猪这边 一个可能就幸运 或者可能没有发生过的 被人传而已 但是空月来风的永远 这边猪猪就不幸运还是幸运了 总之不知道了 就拍到 他跟借东敏地下情 也就是没有承认 但是类似承认了恋情 结果他这个女的猪猪 是不是叫偷吃还是出轨 跟同公司的港男黎振业 那边又有老婆 南方是不是叫出去偷吃还是出轨 总之两边都是背着另一半 就这样搞了一堆 还要拍到的 半山那些 结果闹大了就要开记者招待会 谢东敏也陪伴在旁边 在情在理当然都是说要支持要成 隔几年再分手定点 还是继续枯煲 那些之后才算 但是当时当刻肯定是说要支持女友 而那边黎振业的老婆也说会原谅老公 说是这样说 因为娱乐圈 你吃得这行饭有些东西 你明知不可以做不想做你都会做的 然后有些东西犯了离天大错 可能那个男朋友 那个拖友说 搞错你瞒着我还要偷吃人家 都还要有另一半 你想想一下娱乐圈那些 秘民臭屎是怎样的 方天下之大谋 但是作为另一半 在公开的镜头面前 你都必须要撑他 过多几年 猪猪都来了巢 而连带到的那个好声音同学 也都近乎 表面看就已经是雪藏了 已经放了雪柜 而邪东敏也都 无心乱战 你自己很努力做的 邪东敏 但是你无奈就 就认识着这条女孩 都要离巢 你见娱乐圈是很错中复杂 也有些网民常会问 你明知会坏硬的 你不是不知道 不是小时候歌 你知道为什么 你坏了你要承担这个后果 为什么都要偷吃呢 我真的不明白 你毁了自己的前途 有些人很懂得想的 比如跳入中年很懂得想的 有些人很懂得想的 事业就事业 但原来有些人 他就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做 你明不明白 以至娱乐圈都是这么多的 自古都有 有时黄晶有电影就说 我聪明而已 我弟弟很笨 你也不是傻的 电影 肥仔你也不是傻的 怎会这样的圈套都中得到 我不是傻而已 我弟弟很笨 有些人就是 过不了情治这一关 借东敏也挺感性的 就是贴了一个左边的黑白 多幅的图片 合成了一个 他的道别照 就是黑白 有厂景 有自己的自拍 有些合照 好像挺感性的怀面的14年的时光 这个TVB 说绝对不会是一个短时间 感谢公司令他由小朋友变成了大人 现在应该是38岁 如果14年 24岁 还是年轻 就进来闯荡 14年了 经历了很多事 38如果是男艺人 就刚刚当打 很多男主角都是4至刚才出来的 才正式站稳阵脚 娱乐圈就断10年 这样计算 10年一个小成果 第2个10年 看看能不能冲击到一些 一二线的东西 但你不会以为有些二线 你以为等牌队总会上一线 很多人没有 有些二几年之后走 都仍然是二三线 但你以为不是差的 我就以为不就点其他名字 有些都是靓仔靓女 都是要哭着离开 因为公司太多人 而且都不是计算实力 你怎么计算 如果你计算实力 很多男一女一都未够实力 而且很多二线 那些是挺出色的 但可能计算什么票 叫价能力 收视保证或者高层会不会觉得要用你 你博不博一过 为什么人家高层要放手给你博 出去又未必坏事 只不过comfort zone不是人人敢跳出去 他说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总之是时候要说再见 感激台前幕后的人希望将来会再合作 很多圈中好友都纷纷留言加油 很多都离开了 有些人说 吕洞彬你要去哪里修炼 因为他也有一个角色喜好 近年也演了很多 这个是一个走马灯 有些人继续留下 有些人看完风景就离开了 挺好的 他演戏是不错的 其实我之前好像评一个发正先锋 发正五 里面做个大佬 挺入阳入阁的做得 因为他有一些小动作是不错的 有些小动作是有心思设计出来的 那我当时还说应该多给他一些机会 但没路都走了 看看出去外厂又会有什么成绩 现在朱自然的出轨事件当然没有了 不过现在很多其他电视台都会很乐意去用一些离巢的气象 之前就出了去 惨在敏东东 他们叫敏大人 变成绿母合 挺惨的 你想想那件事 现在的女朋友不单止出轨 还要搞了那个又有老婆 那件事是挺离谱 自己出去出轨偷食 而对象本身又有老婆 那件事是丑得很严重的 只不过在娱乐圈里硬吃 你难道我马上飞了你吗 正路当然没有了 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你可以出去搞一阵 这是第一个大罪 你还要搞着一个有老婆的圈中 港男 还有老婆 你不要说不知道别人有老婆 自己的女儿出去偷食 你还要吃一件 有老婆的 你那块面在哪 男子汉 一定是分手收场的 如果真的不分手也是好 而且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好发展 我又免得多加意见去评论朱自然 但这个行为必须要说一说 他的人是如何 我公道就不说 不去分析 但如果这件事实在南方 那块面都不知道摆在哪里 我会觉得是否都是因为这个污点 令他都没有办法在TVB楼底 一来自己怎么看自己 当自己真的豁出去看得开 其他人都会有眼光 当大家都体谅你 高层都会因为这个污点 令到自己的发展有缺步 明白吗 没有必须要走 挺无谓的 挺不划算的 因为不是自己的问题 是懂得着个女友 没办法 圈中这些是大忌 但无数人不断犯 有一个幸存心理 那么容易捉到吗 现在也没有狗仔队 又拍很多 没有狗仔队 但是全民都是记者 全民一部手机 人人都有镜头 你看就看自己 不是那么红 就别人不认得你 明白吗 其实也不是好事 当深层次思维 当你在街上偷食 原来没人认得 你也红极有限 也不知道你哪差 你也是悲哀 但如果别人认得你而拍到 也是全民偵探 所以也是踏实做人 这个圈就是 断十年计算 第二十年有没有什么成果 但是也挺惨的 好像不停打一个十年的联赛 你要不停保持在一个竞争力的位置 然后打完一季 打完第一年 又不知道有什么发展 第二季又继续打这个Lead 总之你在前面就不代表什么 但当你一跌到榜尾的那些 你就拜拜 挺惨 我们会去体谅到娱乐圈的人 但也有些人自己不结身自爱 最后就是那一句 你连累自己 你自己抵死你 承担 你不要连累别人 现在这些事情 就是连累男友 硬吃这顶绿帽 丑到脚尾的 这顶绿帽是丑到脚尾的 挺惨的 女的不要派绿帽 男的偷吃当然也不好 总之 朱前就离巢 也离巢了一段时间 回复自由身 早前也去了TVB开工 有一个关于宠物的训练狗 那个也挺好看的 谢东敏也说 我也是会支持他的 大家都成年人 尊重他的决定 即是离巢决定 他说离巢那时候 也较早前 都是每晚失眠 他说这个决定也不容易 毕竟在公司超过十年 习惯了一下子离开也不是义事 没有了 看看他又如何 看看朱前的发展又如何 反而我正面就期待 谢东敏出到他有什么好发挥 我觉得他是不错的 我们完全不认识他 也不是因为绿母合这些东西 就要联敏他 我真的以事论事 我觉得他的演技 是有些细致的 他真的会消化了个角色 然后设计回 讲话的方式 一些可能手势 手部动作 眼神 整个人的神态 如何站起 如何走 这些公司很少有的人 少的 有的应该是值得要给机会 但他出来了 可能真的觉得他是好 我就帮忙讲话 譬如电影公司 会不会又看中一下他 让他做一些 都是三线角色也好 是吧 他可以的 他可以的 没有利益关系 纯粹觉得他好 我就讲话 我们这边 尽量公道持平 看看他出到他的发展是如何 从我花心八卦 就是 朱自然这些又会是什么命运 是吧 你在娱乐圈搞这些 徒息关系最大忌 但自古就不断有人犯这些事情 这个又可以往后开一集 去探讨一下 这些人的心理背景是如何 如何都好 我们来到这里 今集是一个娱乐八卦 看看大家怎么看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按订阅支持明镜